最常見的性病病徵就是無病徵 摺紋竟然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另外一些情形就會惹到酒店的毛巾 酒店的衛生紙 歡迎收看男男女女加點情趣 Hello Hello 我是Alison 何嘉明 Hello 我是Cayman 李嘉敏 在介紹我們今集的嘉賓之前 先請大家訂閱我們健康可人生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逢星期四晚上可以首播準時見 我印象中的黎紋的感覺 一提到性病就想起一些很噁心的照片 可能皮膚上有些奇怪的狀況才叫做性病 但這是否一個謬誤呢? 真正的情況是怎樣呢? 今集開始我們有權威來跟我們說一下 不如請一個專家 跟我們去分析一下 和講解一下性病和皮膚病的關係 我們今天很開心請到葉醫生 謝謝葉醫生 謝謝 其實性病和皮膚病 很多國家分開兩個科目 香港和美國是跟在一起的 和中國也是分析的 但性病和皮膚 很多時候有一個印象就是 因為性病一定是皮膚有些問題 但其實不是一定的 反而最常見的性病的病徵 大家想的那些 例如瘤黃瘤白 關節痛 有些紅疹 那些 就不是很多件的 我完全不常見的 是的 最常見的性病病徵就是沒有病徵 是 因為你性病 假如是很明顯很噁心的那些 一大塊東西 流很多髒東西出來 根本他就不會有人和他性交 那你沒有人和他性交 他的病是怎麼會傳開呢 加上還有一件事 有這麼嚴重的病徵的時候 他不去看醫生 他沒有選擇 是 一定要去治療 那個病徵就去治療 基本上去治療 又不會潛伏 那就很難會傳開 所以大家覺得 反而是沒有病徵 覺得完全任無其事的 靚仔靚女 可能他的風險就高過 因為他很活躍的傳播者 沒錯 在浮測的時候沒有什麼 很受歡迎的傳播者 對 很有功用 發揮得很大的傳染範圍 沒錯 最後 其實現在如果真的有這樣的說法 有性病自己也未必知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 到了法國的時候 很多時候發現性病 因為他可能說 那個伴侶就來從外國回來 或者打算結婚 或者他走去說 為什麼我嘗試懷孕 很久都沒有 在過去的時候 可能會發現到 原來已經有性病 潛伏 即是不檢查 就完全沒有影響他日常生活 有些就 例如小便痛 或者有苦陽 那些多數都會醫 都會處理 但有一個問題就是 有些人去藥房 不喜歡看醫生 去藥房買幾粒藥丸 將抗生素 將病徵按下去之後 但他就未止搬 那發現病就潛伏了 那就禁止了 那就不知道 就會這樣呈現 其實這一類型的性病 都可以 我們這麼多位觀眾朋友 學習一下 包括了什麼 可能我們未必學過 性病的品種其實很多 例如 最常見 在香港最常見的就是 菲林病尿道炎 菲林病尿道炎 最常見的就是 醫院體 那裡是絕大多數來的 其次就是椰菜花 梅毒 和包塵 這幾樣東西就是最常見的病 這個是根據 香港衛生署的統計數字 但是我們有兩組數字 另外香港大學 那個家庭的科診所 它們有些數字 那個數字有些不同 因為家庭科診所 去看那些人 就跟他看小衛生科 那些人是不同的 小衛生科 有些多些男性看 而這個家庭衛生 家庭醫學診所 有些多些女性看 那小衛生病 有些少許不同 但大致上 都是差一兩名 差少許百分比 多數都是幾種病 在上見的 是 或者很多時候 可能女性未至於 在講生育計劃 都未必會去做到 這一類型的測試 是啊 講到測試 其實如果 可能真是預示到自己 有些不尋常的情況 我們要見醫生 有些事情不妥 最多是哪一類型的狀況 最多就是 你要跟他問的病歷 很多時候 有些病是潛伏了不知的 例如 女性突然下身會癢養 小便不太舒服 或者男伴有投訴 和你發生了關係之後 他一定不舒服 他自己來檢查 因為女性的症狀 是比較隱悔一些 因為陰道 空間大 他發出病徵的時間 是比男性的長 發出來的時間 因為男性的尿道 和陰境是外露的 有什麼事呢 可能會察覺到 女性比較察覺 比較難一些 加上經期期間 或者很多人都以為簡單 要唸豬菌 或者打一打那些 比較常見的苦科問題 他就會忽略了 我想問一下 通常譬如說 來請教你 或者是來看你的 那是 一些什麼事呢 年紀大 或者是男性 女性 兩樣都有 兩樣都有 根據我自己的印象中 大年紀的男性 是有的 大年紀的高風險 是 例如小的那些 也是有的 最多 反而少一些 是中間那些 中間那些 即是中年的人士 中年比較少 是 為甚麼呢 老年的人家 因為很多人 經常覺得 很強調 你要安全性 等等 但老人家 因為他們 身體體質 未必容易用到安全套 所以他染性病的機率高 小孩子 年輕的那些 可能他喝醉 喝醉 吃了藥 那樣 那樣 那樣他就會 在一個完全沒有防禦的情形之下 他就會染性病 這兩極的人 都比較常見 或者中間那些人 中年那些 就是兩大堆 一是他有固定的性伴侶 即是固定的婚外性伴侶 或者他就是 哈哈哈 或者外面 他就是 專業的玩法 相對於比較小心 那樣 都很有趣 因為要講到去找醫生 尋求協助的時候 除非自己覺得真的有不妥 如果不是好像葉醫生說 或者可能中了自己都不知道 那有沒有說 一般我們經常都說 不僅是保險界的朋友 體檢是需要每年一次的 那有沒有特別的檢測是需要 或者葉醫生會建議大家要做密一點的 其實體檢那個 這個都很難說 這是很矛盾的問題 體檢通常是包 我想我猜 常見包梅讀 因為他跟你檢測外資 他都得到你許可 那些人多數是不想檢測 那好啦 你包了進去的時候 你的體檢包了 你的保險公司包含那些 你就會把那個健康的狀況 就有紀錄罪案 就給有關方面保險公司 或者給公司 很多人未必上 所以就很少看到體檢包 就是很多性命檢查 除了有誤導 簡單的測試之外 就比較少一些 是 有沒有一些可以是家居檢測到的 家居檢測到的 家居檢測到的 通常的準性 就真的不大 兩個問題 家居檢測到 它未必是針對你的病徵 或者你的需要去做 第二件事就是 你自己拿的樣本 未必拿得對 病人未必拿得夠 還有你拿去給化驗室的過程 未必儲存得對 有很多變數 還有所有這些報告 基本上 責任的化驗室 有責任的化驗室 它的報告都寫明 只是給醫生參考 所以一定有醫生解釋的 所以很多時候 這些家居那些 你可以做一下 但是我覺得用途就不是很大 可能就給你一個 假的安全保證 或者嚇壞你 都不行 其實都是要找專業的醫生 去做這件事 找家庭醫生最好 家庭醫生 比如看慣了他 他信任你 知道你過去的經驗 譬如知道你其他什麼問題 例如你情緒有問題 例如糖尿 那些都可能和你的性病有關 我很好奇 譬如說 專業醫生就提議 聽了這麼多的病徵 可能需要有個測試 通常他們的反應是什麼 我沒有性病 我何必要測試性病 好像當年那樣 不關我的事 但是幾個醫生 提議給你 那都是道理 他們都會接受的 乖乖的聽 家庭醫生理論上 是和你熟的 他都不會無言白事 叫你去做 因為其實很多家庭醫生 都未必想這麼輕易提出 因為他拿了報告回來之後 他要處理 怎樣處理這個報告 這個問題 因為他拿了報告回來 又叫他太太你去檢查 又叫你什麼 很多未必想 要處理這些事情 反而你說雙門咳 發燒 開了早期 是的 所以家庭醫生很多時候 如果真的有的時候 他都會幫你檢查 但是他們不會主導說 不如檢查性病 我想比較少聽到 是的 所以都是要聽醫生說 醫生叫你檢查的時候 都是有道理的 真的有道理 真的有道理 那醫生當然 最理想的就是 見了醫生之後 醫生用專業意見 再跟你說新年下去 有什麼要做的檢查 再去看看怎樣的追蹤 可能我想像中的就是 可能會吃藥 或者有部份的治療 去安守醫病 有沒有一些事情 大家想不到 比如說 會不會有些 好像癌症一樣 有分不同的 stages 又或者會不會太遲了 你現在才來看 其實性病 通常遲 可能會造成一些 某些器官的損害 例如梅毒 梅毒 梅毒可以潛伏 一期時候 早早可能有些 陰部有滾揚 但是什麼都不做都好 過了三五七天 可能自己都很快 那他就潛伏了 過了幾個星期 就是二期梅毒 可能出些紅疹 但是一期二期可能都沒有 到了最後的時候 可能梅毒 影響你心臟 胸管 或者上腦 如果你懷孕的時候 可能已經下一代 也可能不影響 所以梅毒其實 以前比較少了 但是近期 包括先進國家 美國都說梅毒多發 原因是因為 但是大多數人都將那個重點 就是由 預防梅毒 就放在預防愛滋 有這個藥 就有一些藥丸 叫做PREP 就可以事前事後吃 減低愛滋的患病率 因為這樣的時候 他反而就不用病人套 其他的性病 例如梅毒 例如肢原體 肢原體那些 就反而增加了 因為人們覺得 不用病人套 就比較親密 所以他又不用 於是相反 增加了其他性病的機會 剛才我覺得 簡直有一個 shock factor 原來梅毒可以入心臟 上腦 是的 梅毒是系統性的病 傳給下一代 可能影響牙 影響骨 影響骨 其實梅毒是一個 挺嚴重的病 而且可以得到 歐洲國家更多了 因為各個重點 可以得到 又是打破大家迷思的時候 以往覺得有性病的拋診 當然是在生靜器官上 才會見 才為止是叫做性病 其實有沒有這種規律 其實是沒有的 大家也知道 性接觸其實不單是性器官 最簡單 即是口 口是性器官 你想想 如果對一個伴侶有興趣 好的時候 第一件是接吻 接吻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很親密的 有些病人就會 有些人就會口交 男幫女 女幫男 或者男幫男 也不奇怪 我忽略了 公的中平一點 男幫男 女幫男 都是用口的 都是用口先的 所以口是性器官 另外就是 江門 有些人是有江交 就算不江交也好 江門都很接近 陰莖或者陰部 那些地方都可以傳染病 再有一個性器官 可能大家沒有那麼為意 就是乳房 乳房的性器官 如果再說 闊一點的時候 有些病人 是性接觸 包括耳朵 頸 那些部位都是 所以性器官 整個性行為 是整個身體 是整個身體的 是整個身體的 不會規範了 哪個小部位是性器官的 所以這個過程 就是要看一下 你的接觸在什麼程度 那就是要病人 看看他講多少 就要針對性來處理 葉醫生 你見過那麼多的病人 亦都是皮膚科的專家 有沒有一些你見過 比較特別的案例 有的 其實很多人都是 性病 不是說性病那麼簡單 他進來 例如有一個 有一個 外國的高級管理人士 他就 信奉了一個很虔食的宗教 他真的沒有出去 玩 沒有婚禮情 但是有一次他去外面 去度假酒店 回來之後 他下身痕 接著是 有些東西流出來 我跟他說 你這樣也要驗一驗 當然是要驗性病那些東西 驗出來真的有病 即是有臨病 還有醫院體 有兩個東西 那怎樣處理 怎樣發生到呢 他就告訴我 他也是有潔癖的 他的大酒店的泳池 度假酒店 游泳 游泳後 那天 池水沒有過濾 沒有過濾 最大機會就是這樣的情形 即是沒有過濾 有了一場時間 有可能 另外一些情形 就會惹到 例如酒店的布巾 酒店的衛生紙 都有機會惹到 這些比較 很多人不為止 原來這樣也是有機會的 大家八月暑假的時候 又出過去的 可能都立即一個心離一離 或者戴絲家毛巾好些 還有一件事 這個是香港做的 港大大概是十年八年前 做過一個研究 發覺人類與太陽病毒 和霉毒和醫原體 在乾燥表面 可以生存三至七天 你想想到 你在廁所走 電視機遙控 電視機遙控 你明白嗎 那些機會 電話 那些都有機會 所以永遠都說 電話是最骯髒的 原來是真的 祝大家身體健康 看過我們今集訪問之後 有些問題想請教葉醫生的話 可以歡迎你們WhatsApp 給我們也可以 Email給我們也可以 有信號會在留言 我們這個Video也可以 下一集還有葉醫生 謝謝你 拜拜 拜拜 喂喂喂 看完片不要走 記得要訂閱我們 我們會繼續和大家分享 健康和養生資訊 陪大家追求健康 享受精彩人生 一天三十週年 專注用心 並肩超越